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低调不仅是一种美德 更是一种生存智慧 亦可是张飞对此表示不以为然 我们都知道三国张飞 那么今天我们来说 一个你不知道张飞 首先来听听敌人的评价 比如曹操仗下毛史成玉就曾经说张飞 此人有万夫不当之勇 注意 这不是吹 而是真有其事 比如刘备在长板坡之战 被曹操干得抱头鼠窜 连老婆孩子都不要 撒开大脚丫子就跑路了 这时候涌现出来了两个牛逼闪闪的英雄 一个是赵琳 负责救阿董 另一个就是张飞 负责救大哥 当年曹操仗一路追着刘备 先看见刘大尔就在河对岸 只要过了河 刘备就将成为中之兵 所以大军摩拳擦掌 争先恐后的准备过 河 抢战军功 这时候呼见桥上站立一员大将 手持杖八长矛怒喝道 我乃张义德 谁敢与我一决死战 经过张飞一声怒喝 神秘转发生了 曹军按兵不动 谁也不想当出头鸟 安静 还是安静 死一般的安静 近万兵马扯着张飞 看他表演 居然没一个人敢试试的 我估计这里面肯定没有东北人 史料记载 一切无感禁止 酷碎得免 二张飞身的刘备气重 论丹交张飞有万夫不当之勇 论兵法张飞也不弱 比如张飞曾经跟曹操的武虎上将张和比划过 张飞完美的余为止 避时就须打法 让张和丝毫没有招架能力 要知道张和可是越国马素 让诸葛亮师皆停的男人 虽然张飞有勇有谋 但是他的性格有了致命的缺陷 史料记载 与善待独武而交于世大夫 非爱尽君子而不许笑人 意思是说 关羽喜欢对领导 对下属很好 张飞喜欢对下属 对领导很好 两人完全是反过来的 注意 这个小人不是指微比无耻的人 而是指小人物 比如你和我这样的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张飞是个有点失利点的人 做事不够谦虚低调 张飞的作用名是 兄弟如首脱 手下如衣服 即便刘备和关羽多次劝张飞不要太失利 眼里不能只有领导还要能容得下手下 可是张飞完全亲不进去 因此也就埋下了祸恩 公元221年 刘备东征东武 途中收到几宝 拆开一看 沉默了许久之说了五个字 哎 张飞死了 这说明张飞的下场是刘备料想之中的 在刘备看来 一个人如果不够谦虚 搞不好与小人物的关系 这一天其实是迟早会来的 还记得刘备的名言吗 物以善小而不为 物以恶小而为之 三一个武将本该战死沙场 张飞却死于小人物之手 那一天 对小人物范江和张达而言 是个噩梦 张三爷又喝醉了 喝醉了不可怕 可怕的是又找 到他两交代任务 两个小人物哆哆嗦嗦地走进营帐 张飞因为关于横子 喝得酩顶大醉 使着范江和张达 骂骂咧咧说 你两个混账东西给我过来 范江咽了下口水说 听将军号令 张飞说 给你们三天时间 准备白棋白甲 我要三军披麻带笑 让东沃血斩血肠 张达心里预算了一下 就实话实说 将军 三天时间太短 怕来不及 张飞大怒 我恨不得马上讨伐东午 为二哥报仇 你个狗杂种居然敢违抗我的命令 来呀 把这二人给我拖出去 各打五十大鞭 二人一听 腿如筛糠 马上跪地求饶 张飞却依然大口地喝酒 阳光听不见 其实小人物有小人物的用处 就如周星池电影里的台词 一条内裤 一张卫生纸都有它的用途 可是小人物在张飞眼里是一无是处 你们这帮无能之辈 谁比我能打 谁比我会带兵 谁比我关系硬 你们谁牛逼都 不如我牛逼 可是这个世界上 如果你不把我当回事 那么为什么又要我把你当回事呢 结果我们都知道的 范江 张达两个穷打工的 钱没赚到 还没老板打一顿 狗鸡跳墙的他们心里愤怒到了极点 在三合计 决定给张飞来个惊喜 史料记载 林法 其帐下将张达 范江杀之 持其手 顺流而奔孙权 大人物张飞就这样 被两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给算计了 我们的故事结束了 张飞的人生是半不好戏 前半场笑傲江湖 下半场却落寞收场 在三国剧情高潮来临之前 他的人生却戛然而止 有时候 我们更愿意看到张飞手持 杖八长矛冲入陆逊阵营 为凶报仇 杀身成人 可是他莫名其妙地死于小人物之手 上天跟张飞开了一场大玩笑 四代周一里最好的卦象不是牵挂 而是牵挂 因为只有千千君子才能如水一般 以背下的姿态包容万物 可是 在我们身边有 很多人不谦虚低调 他们有了点成绩就盛系灵人 悟空一切 有些人作为领导 作为作福习惯了 从来不把小人物放在眼里 这一类人多半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 因为一个人心里包容不了别人 别人又如何包容他呢 我们知道一个人站得越高 摔得越疼 如何让自己摔不下来呢 就需要自己放低姿态 保持鲜逊 比如鬼谷子说 欲高反下 欲许反欲 意思是说想要得到尊重 就要学会谦逊 想要获取 就要学会给予 谦虚是我们每个人的生存之道 鬼谷子告诫我们 为人处事 一定要学会谦逊低调 只有谦虚低调的人才能爬得高 站得稳 才能成为真正的强者 同时 鬼谷子也警告那些势力眼的人 切记 末期少年穷 不要看不起任何一个小人物 学习国学鬼谷子谋略智慧 欢迎关注鬼谷子微信公众号 B2C7619299 我们一起纵横百合 鬼谷 论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